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丽雅 古兹曼 译者 洪慈敏 第五章 来一段生命书写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人生损益表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增进决策能力 发展应对技能 活动时间预估是 十五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日志 笔 这个练习提供了 应对技能的视觉表征 若你领悟到自己拥有工具 可以处理崩溃 压力大 生气或伤心的感受 便会充满力量 每个人都有压力大的时候 而这个练习有助于我们了解并掌控情绪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在日志志的某页中 画一条线 分成左右两栏 在左栏写上标题 有意 右栏写上标题 有害 第二步 第二步 在有意那栏中 列出所有你曾用来处理崩溃情绪的有意策略 例如 向他人倾诉 向他人倾诉 作话 散步 读书 或冥想 第三步 接着 在有害那栏中 写下所有你曾用来处理崩溃情绪的有害策略 例如 酗酒 发怒 负面自我对话 孤立 或自残 第四步 两栏皆完成后 你必须诚实面对自我 才能做出正确且必要的改变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是否会回应自己的崩溃情绪 逃避是一个以多种形式呈现的情绪处理策略 包括看电视 或不与人接触 逃避 逃避 会让不自在的感受人隐隐存在 会让不自在的感受人隐隐存在 广告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我也感谢您的感受 以敏感受的眼睛